主啊 我们把这一切我们的坏脾气 我们把我们这一切的负面的念头 我们把这一切我们本来想做好 想说对话 但是我们常常这个一情绪上来 我们就说错了这样的老我 与你同定在十字架上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耶稣基督给我重来一次的力量 耶稣是为你的这些无助 为了你这些生命这些软弱 我为了你的罪丁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 彼得前书一章三节 我们大声的来读 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一备请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复活节 复活节是基督徒 我们一年的当中最应该欢庆的节日 因为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阿们 所以我们再更大声念一次好不好 这节经文 来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跟旁边说我们都有活泼的盼望 为什么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呢 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告诉我们因为复活 神就胜过了死亡 带给我们来的捆绑跟权势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呢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都可以得胜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庆祝复活节 其实我们在宣告什么呢 我们在宣告我们有一个得胜的人生 五十五节说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你的毒钩在哪里 表示呢 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死而复活 胜过了就是一个叫做死亡的权势 所以第一个请你记起来 复活呢 就是他战胜了我们生命当中 死亡的权势 复活是战胜我们生命当中 死亡的权势 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死亡它不只是一个过程 它也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 好像经历而已 其实死亡它伴随的是一种权势 你看到圣经里面讲说 死亡是一种权势 权势代表什么 它是有力量的 它是有毒钩的 是钩住我们的 代表好像有一个链子 把我们扣住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对死亡有两种 会带来恐惧的概念 第一种 是因为我们面对死亡 好像一个未知的将来 所以人在面对未知的领域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恐惧的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不只是死亡 其实我们人生在面对很多 许许多多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下个礼拜的股市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没有一个人走过我们的人生 其实那是很恐惧的 所以这种恐惧就像死亡一样 会抓住我们 会带给我们害怕的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死亡是一种权势 第二个 死亡代表一种失落 代表一种失去 因为我们害怕我们这一生 所有的累积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那种所有的财富 在死亡的那一个点上面 好像将来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那种失落跟绝望 带给我们生命当中很大的恐惧 所以但丁这个剧作家 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剧作 叫做《神曲》 他里面有一段话说 地狱的门上会写着一句话 说如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 但丁非常了解死亡 带给我们的感受 就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因为我们害怕 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 我们也担心 那个那一天来临之后 我们的那个绝望会把我们吞噬 所以我们连谈都不敢谈 它变成一种诠释 变成一种恐惧 变成一种害怕在捆绑我们 所以你知道 我们连电梯都不敢按四楼 连买房子四楼的房子都比较便宜 为什么 它变成一种诠释 那种诠释是带给我们很绝望的感觉 人其实不需要到死亡 其实人常常就被这种绝望所笼罩 我就想到我们有很多东西 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 或是面对那些失落 我们是绝望的 我们在服事年轻人的时候 当他分手的时候 你知道年轻人是绝望的 他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那我去哪里再找到这样的一份感情呢 当然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些是情场高手 你就可以告诉他说不用绝望 对不对 因为谁没分手过呢 对不对 下一个会更好 我们会这样讲 但是你知道当我们面对的时候 我们是很绝望 那这个绝望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都很绝望 我们拿到成绩当 有的时候我们很努力 在准备这个成绩 但是没有像我们想象的时候 那个成绩出来我们是绝望的 我们拿到医院给我们的报告 我们是绝望的 很多时候医生宣布这个疾病来临的时候 我们觉得好像糟糕了完蛋 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在当兵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当兵很绝望 因为我心训中心是在嘉应中坑 嘉应中坑的那个心训 是全台湾最绝望的一个心训中心 因为周围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犯罪得罪神了 我就到那边去当兵 然后每天就在那边 死啊 杀啊 就在那边 然后你知道人在绝望的时候 就会幻想一些事情 让自己好过一点 我就幻想 我在那边一边操枪的时候 一边跑步 我就在幻想 我就幻想 因为我的爸爸是军人出生的 那后来他退伍之后去当牧师 但是你知道他很多的同学都还在军中 所以我就幻想 我爸爸打电话给他同学 那那个时候都已经是什么指挥官了 还是什么 所以我就在想象 有一天我在那边操枪的时候 有一个黑头车开出来 下来的时候上面有几个星星 有没有 然后就把我们连长叫来 我们连长什么咔啊 在星星的面前怎么能够 所以那个星星是我爸同学 我想象的 我想象 然后就说连长过来 连长就跑步带杀身 以前都在操卧门 但是在星星面前 他就跑过来 他说是 长官 然后那个我爸的同学就说 你们连上是不是有叫刘子俊 然后我就在幻想 就说叫他出来 从今天开始 他不用跟你们出操 给他喝饮料 你知道因为当兵拿饮料 很难拿到饮料 就说给他喝饮料 让他坐在冷气房 因为他爸是我的同学 以前在战场上救过我 有没有 我就在幻想这个 所以你知道我每天在操练 就在想那个路上 怎么没有开来黑色的车 就没有 然后最绝望的还不是这样 最绝望的是抽签 你知道我们在星训晚要抽 分发部队要用抽签 所以抽签前我们就会问 那一棋里面有几张是外岛签 然后什么部队是最硬的 所以我那一年我们就听说 我们有一个旅是绝对不能抽到的 那个叫做磨步旅 那个是最硬的 每一天都在行军 每一天都在 什么三军演练都有他们 所以我们就是最不想抽 其实比外岛还不想抽 因为有的时候外岛还蛮凉 这个磨步旅千万不要抽到 所以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 我一抽就抽到磨步旅 然后你知道抽到 真的是前往 抽到磨步旅 全场拍手你知道吗 你现在还拍你真的是 没心没感 我那天抽到 我那个后面全场拍手 我走下抬头颓乱 因为他就说二兵刘子俊 磨步旅还讲给大家听 磨步旅 因为你抽一个就少一个 哇 全场拍手 我下去的时候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去排队 排那个电话 因为以前我们打电话 是要那个插卡的 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没看过 以后故宫会展览 就是用插卡 那那时候要排队 然后排队好不容易排到了 我就打给我爸 然后我一接到电话 你知道那时候在军中 听到爸爸的声音都想哭 可是旁边也很多阿兵哥在排队 也不能哭 我就说 爸 我抽到磨步旅 你知道我爸说什么 我爸说 少年富二 原是好的 那我就说 爸 我现在不是想要听到经文 我现在想要被安慰 虽然经文很好 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那我就一心想说 爸 你有没有帮我打电话 给你那些同学 你其实叫两个来就好了 帮我搞定就好 但我也不敢讲 因为旁边很多人 然后我也怕我们这样走后门 好 羞辱主名 对不对 我就不敢 我也不敢直接问 所以我就说 爸 爸 你 你有没有帮我忙 我只能这样子 爸 你有没有帮我忙 然后我爸就说 有 孩子 我天天帮你祷告 所以你知道我们人是有很多的绝望 我就真的 我的当兵两年都在那个磨步旅 我们人是有非常多的绝望 有一个神学家 他叫做齐克果 这神学家 他不是一个点心的名字 他只是他叫做齐克果 这个神学家说 他说 人存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活在绝望里 他说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 就是活在绝望 因为他有很多著作 他有一本著作非常出名 他说人有三种绝望 第一种绝望叫做 不知道自己有力量 也不知道自我 也就是说 简单来说 你就是不知道你自己是有力量的 他说这种人 一生都活在随俗浮沉 得过且过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力量 所以他就只成天羡慕别人 把一些人当作自己的偶像在追求 然后都在学别人 都在羡慕别人的生活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力量 所以他就把某一种阶级 某一种族群当作他的榜样 这样子的人 齐克果说 他一生都活在 好像自己的感觉里面 如果他有信仰 他也把神放在一旁 因为他觉得全部都是幸运 都是机缘 反正我这一生就得过且过 就这样过了 他说这种是最大的绝望 第一种 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力量 你不知道造物的主 创造我们生命的主 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 所以他就说这种绝望 是你一生都活在那种 浑浑噩噩 得过且过 但他说有第二种绝望 叫做不愿意让自我有力量 不愿意让自我有力量刚强起来 也就是说他知道 他知道他知道他生命当中 有一些软弱 他知道他需要一个力量来帮助他 但是他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呢 因为他很难能够 好像让自己去透过另外一个力量来帮助他 所以你知道 这个齐克狗说 他说这种人 他知道自己有需要 但是他不需要别人帮助 所以他的人生会是怎么样 他的人生常常会对自己说 再等等吧 再看看吧 再过一阵子再说 这种绝望是当他要做出抉择的时候 他自己面对很大的压力 他又不愿意打开心来 接受帮助 齐克狗说这是第二种绝望 第三种绝望他说 也有一种人不承认自己需要 明明已经很软弱了 明明其实有力量可以帮助你 但他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 所以这种人呢 往往他害怕 一旦他承认他自己有需要的时候 好像感觉自己很无用 所以他要装作自己很刚强 不需要人家帮忙 反正呢 这一生都靠我自己的力量去完成 但其实圣经里面讲 讲告诉我们说 只有那些丧失生命的 才必得着生命 只有我们承认 什么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 什么时候基督的能力 才会伏辟我们 所以这三种人 齐克狗说 人呢 永恒的神 向世人揭示了一个真理 就是人 被自己的绝望 所盯住了 一生呢 无法脱身 只有这位造他的永恒者 才能帮助这个人 从中释放出来 得着他该 当有的力量 成为真正的人 你看 这个是一段非常有智慧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记起来 他说永恒的神 向世人揭示 人是被自己的绝望困住的 是被自己盯住的 就是我们刚刚经文念的 是一种死亡带给我们的毒钩 跟权势 那个是有力量的 你虽然你不承认 但是死亡黑暗的权势 是有力量的 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要么我们就不想努力了 得过且过 要么我们就过一阵子再说 我们也不需要别人帮忙 耶语荣每天活在一种谎言里面 就是一直觉得自己OK 不用别人介入他的人生 但是今天早晨 当我们一起来庆祝复和节的时候 亲爱的朋友 弟兄姐妹 我想要告诉你 复活就是耶稣基督 向我们展现 祂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 而祂不只胜过死亡的权势 今天我也要宣告 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要宣告 复活也是战胜我们生命当中 一切绝望的黑暗权势 我们或许被医生宣判了 我们身体的状况 但是因为祂复活 因为祂活着 我们可以带来盼望 或许我们对我们的经济 我们失去了盼望 或许我们对我们跟家人的相处 失去了盼望 或许我们觉得我们的婚姻 我们也失去了盼望 但是因为耶稣复活 战胜了一切绝望的黑暗权势 有都因为祂的复活 我们带来极大的盼望 Amen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大声的拍掌 因为祂复活 战胜了一切黑暗的权势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 它说 你们也因着祂 信那叫祂从死里复活的神 又给祂荣耀的神 叫你们信心和盼望 都在于神 我们的信心 亲爱的朋友 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心和盼望 都在于祂 或许我们在环境里面 看起来是绝望的 或许我们看到 我们周围的状况 是绝望的 或许我们看到 那个人对我们的反应 我们觉得 没有信心在走下去 很多的时候 我们面对这些绝望的环境 我们也可以就这样相信 好像就这样子了 我们人生就这样子了 我们跟孩子的关系 就这样子了 我们夫妻的关系 就这样子了 我们每个人不是就这样吗 我们家人都这样子了 但是亲爱的朋友 因为耶稣复活 我们要相信 我们的信心和盼望 都从祂而来 虽然环境是如此 但是我们要在活人之地 看见上帝的荣耀 拍手把荣耀归给他 好不好 信心盼望都来自 是复活的主 阿们 来 跟旁边说这句话 复活是战胜生命中 一切绝望黑暗的全世 跟旁边讲一次 复活 两倍信心跟另外一边再讲一次 复活 阿们 我们的信心和盼望 都在乎这位复活的君王 我们因为祂复活 我们可以面对明天 因为祂复活 我们可以相信 软弱的要变刚强 贫穷要变富足 我们相信 疾病要得到医治 因为祂是胜过死亡的君王 第二 除了祂胜过战胜这一切绝望的黑暗全世 今天早上 我们也要知道 就是复活 是让我们可以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复活 带给我们重来一次的力量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罗马书六章四到五节 敬拜团可以上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 罗马书六章四到五节 所以 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祂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祂死的形状上 与祂联合 也要在祂复活的形状上 与祂联合 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 因为祂复活 所以让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跟我念一次 新生的样式 表示我们过去 可能我们的脾气是这样子 我们的个性是这样子 我们也对自己的这些 老我很无助 我们面对到诱惑试探 我们跟世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也会面对到这些引诱 面对到这些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跟今生的骄傲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很无助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有一条路给我们走 当我们在死的形状与主联合 什么叫死的形状与主联合 今天早上 我们说主啊 我们把这一切我们的坏脾气 我们把我们这一切的这些负面的念头 我们把这一切我们这个本来想做好 想说对话 但是我们常常这个一情绪上来 我们就说错了这样的老我 与你同定在十字架上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耶稣基督给我一个重来一次的力量 让我可以不在这样的循环里面 我很厌恶我自己这样子 前一秒钟我知道我要跟女儿 跟孩子讲对的话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话在这里快要出来的时候 我居然用过去我那些苦毒 那些很刻薄的言语 就这样子脱口而出 主啊 给我一个力量 让我在死的形状与你联合 让我把这些老我 把我那些本性 那些过去的这些伤痛悔恨 今天早上全然的与主同死同埋葬 钉死在十字架上 亲爱的朋友 耶稣是为你的这些无助 为了你这些生命这些软弱 为了你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祂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这一切 我们是可以因着祂在十字架 我们有一个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子 像死而复活来 活过来的人一样 有些人说我讲话 我真的很厌恶我自己这样讲话 我常常脑子想都没想 讲出来的话 最后都很无法收拾 主啊 我要把我这些 这些讲话里面 得罪神得罪人的这些老我 全然的钉死在十字架上 从今天开始 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好像画了一条线一样 画了一条线 就是现在开始 因着耶稣基督 我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本来我要说出口的那些 那些自伤人的话 主啊你的温柔跟良善充满我 我要有心生的样子 本来我里面有一个愤怒 就是一种很暴躁 好像面对什么事情 我知道我要冷静 但是那个暴躁 都要我里面好像一种全事 但主啊 今天因着你耶稣基督的宝血 把那种过去以来 我压抑的那些暴躁 仇恨都钉死在十字架上 从今天开始 主啊把和平 把忍耐 把恩慈 把良善进入到我的里面 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子 愿意的拍手 把良善给你做好不好 大声的拍掌 如果你愿意 接下来的经文是给你的 那就表示六章十三节 今天开始 让我们的身体献给神 做义的器具 以前我们随随便便 反正得过且过 因为绝望 因为我们也改不了了 因为我的人生就这样子了 所以呢 我就这样算了 耶稣基督来 给了我们一条路 那条路让我们有新的样式 新的人生 新造的人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让我的口 成为恶的器具 成为罪的器具 我不再让我的思维 占满了一些恶跟罪恶 我不再让我的行动 往罪恶的路上走 主啊 让我一举一动 把我自己献上给你 好像死里复活的人一样 把自己献上给神 当作义的器具 献给神 从今天开始 你的口 你的心 你的全人 都要献上给神 成为义的器具 这叫做死里复活 阿们 在你的座位上 我不知道你在刚刚来的时候 有没有拿到一张小卡片 这个小卡片呢 上面就写着 谢谢耶稣为了罪 死在十字架上 那我希望今天这样子做 你可不可以把你想要 钉死的那些老我 比如说你的脾气 你一直解决不了 你生命的那些问题 或者是你的恨 你对人的怒气 或者你跟孩子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你说神啊 我把我这些过去呢 全部钉死在十字架上 现在活着的 从今天开始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阿们吗 是这位为我死而复活的救主 为我活的 我希望你把这张纸条 把它写下来 你不需要看别人 这个没有标准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牧师也不会知道你的 但是你说神 我写下来的这些东西 从今天开始 我要有一个重来的力量 阿们吗 好小声的 阿们吗 我要有一个重来的力量 阿们 这些东西 跟我无权无分无纪念 因为耶稣就是为了这些东西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让我们在死的形状上 与祂结合 以至于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复活的形状 与祂连结 所以当你写完这些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要一起唱诗歌 然后呢 我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 我们在这个会堂的角落 每个地方 我们都会放十字架 等一下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 真真实实的把它定在十字架上 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来念腓立比书 好吗 念完我们就要一起来祷告 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 来 我们大声念 大声念 预备 来 使我们认识基督 晓得祂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祂一同受苦 效法祂的死 或者我已得以从死里复活 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 我们再念一次这个经文好不好 位置上站起来 我们再一次 比刚刚更大声的宣告 一二三 使我们认识基督 晓得祂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祂一同受苦 效法祂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相信的说 阿们 今天早晨 你所写下来的这些东西 我们要宣告 耶稣带给我们自由 我们是从挟制当中 得到自由的一群人 阿们吗 我们不再被捆绑 我们也不再被这些东西 一直搅扰我们 一直控告我们 好像你写了这些东西 你知道 等我一下 写了这些东西 好像里面呢 每一天都在说 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知道仇敌不会放过你 那个挟制 有没有 我们刚刚一开始读的 那个诠释 那个死的毒钩 那个东西好像 仇敌没有放过我们 好像一直说 这就是我们 但今天我要你知道 当我们认识 祂复活的大能 耶稣是为了我们这些 无解的难题而来的 耶稣是为了我们生命当中这种 我们想要胜过的 但是我们又无能为力而来的 所以今天等一下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我们要宣告 是耶稣给了我们自由 是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因为复活给了我们一个 从头开始的力量 阿们 静静的来到祢面前 来 我们一起来唱 在祢爱中我心安天 求祢安慰我破碎的心灵 用祢话语医治我生命 来唱出来 你将忧伤变为其乐 对了 再来 将我软弱变为康强 来说 耶稣因你我重新的力量 从忧伤冲我的释放 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 你流暴血成为我珍重 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 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 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 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 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 你赦免我罪是我完全的 再唱一次 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 你流暴血成为我珍重 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 今天早晨所有的一切 那些负面的东西都要离开你 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 大声地宣告 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 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 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 你赦免我罪是我完全的自由 接下来一点点时间 我们还没有去晚会 但是接下来一点点时间 我想让你拿起这张纸 然后在会堂的各个地方 都有一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呢 我就希望你可以 当你拿着这张纸里面 写着你所有的这些悔恨 所有的这些仇犯 所有的你想要 与主在死的形状连结的这些东西 我们要宣告这所有的一切 今天开始都要离开我们的生命 阿妹吗 好小声喔 阿妹吗 所有的一切都要离开我们的生命 所以当你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旁边 你就我们旁边都会有一个这样的钉子 你就把它用点力量 把这个钉子转上去 然后呢我们也有旁边有锤子 就好像把你的生命的这些罪 把你所有的这些悔恨 一敲一敲的这样子 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 当你每钉一钉 你就宣告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为了我的 这所有的这些东西 定在十字架上 每敲一次你就宣告 我有一次重来的机会 每敲一次你就宣告 这些东西都跟你无权无分无纪念 阿妹 当我们在 等一下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今天早晨这个复活的大能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 也要进到你里面 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制使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今天开始你一举一动 会有新的样式 新的生命 那还没有在 如果你还在等待 你就跟着一起敬拜 我也会请传道人到前面来 如果你在敲碎这些 生命当中的这些魂结也好 老婆的死这些网罗也好 你需要人祷告 传道人都在前面 你可以到前面来 我请传道人为你祷告 我们要宣告今天早晨 我们就要得到自由 在耶稣为我们复活的早晨 我们就要得到自由 阿妹嘛 阿妹 可以开始去 开始去 其他人我们继续来敬拜 一滴一滴敲上去 一滴一滴敲上去 阿妹 我们宣告 耶稣为了我们的罪 为了我们的罪 为了我们的罪 他为了你上十架 他为了你 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 如果你需要祷告 你就到前面来 你说我今天就要得释放 我今天就要得自由 在你爱里 我没有愧疚 我们还没有去完会 你继续敬拜 继续敬 是我完全的爱 继续唱 耶稣 主使你给了我自由 你流泡血 你流泡血 成为我珍重 在你眼里 我看到温柔 在你眼里 有你安慰 陪着我泪流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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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一生追求 我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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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谁不回头 在你爱里 我没有愧疚 你赦免我醉 是我完全的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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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给了我自由 耶稣 他已经是我们的自由 你流泡血 成为我珍重 在你眼里 我看到温柔 有你安慰 陪着我泪流 耶稣 耶稣 我一生追求 我一选择 跟随不回头 在你爱里 我没有愧疚 你赦免我醉 是我完全的 在我们高居上 走来祷告 在这早晨 我们宣告耶稣 祂复活的大人 要领到我们 让我们再次有一个充满的力量 祂要来帮助我们 胜过一切 哈利利亚 这个宣告祂 在这早晨 开启着口来祷告 宣告耶稣的大人 领到你 哈利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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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们 我们三里 哈利利亚 祂复活的大人 领到我们 哈利利亚 耶稣耶稣耶稣 这平安 这快乐 这次领到我们 哈利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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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告出来 神告出来 耶稣耶稣 我们信靠祢 我们信靠祢 耶稣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神上离子 耶稣是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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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我自由 你留保险 你留保险 成为我沉重 在你眼里 我看到温柔 有你安慰 陪着我泪流 今天早上 我要让你知道 当你把这些罪污 把这些生命当中的挣扎 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仇敌的控告 一秒钟也要离开你 很多的时候仇敌 用这些反反复复 你生命的软弱 在告诉你 你有多糟糕 告诉你天父有多不爱你 但是我告诉你 圣经不是这样说的 圣经说我们有一个良善的天父 他从来没有带着定罪来看我们 如果他纠察罪你 我们没有一个人站得住的 他是良善的父 他天天展开他的双手 拥抱你回家 今天当你把一个一个的 这些黑暗的东西 那些捆绑钉死的那一天 我告诉你 天父是用温柔的眼神接纳你 告诉你 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有一个重来的力量 在耶稣基督律里面 不再回头做洗照的人 高举双手再唱一次 谢谢耶稣基督律里面 谢谢耶稣给了我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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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 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 你留泡血成为我拯救 在你的眼里我看到温柏 有你安慰 有你安慰 陪着我泪流 耶稣 我一生追求 我一选择跟随不回头 在你海里我没有回头 你赦免我醉 是我完全的自由 一起宣告 因他活着 你们唱 我们遍对一切 隐藏活着 你赦免你赦免我身之大 他将换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一场活着 父亲大丢姐妹 高举双手宣告 一场活着 我来变回明天 因他不成 无态之谈 多生之谈 他将换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指引他多生 来你们说我神知道 我神指引他 他将换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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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充满了希望 指引他多生 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出宝血的这样子的红恩大爱 还有上帝永恒不改变 对我们世人从创世以来的慈爱 加上今天早晨 加上今天早晨从开始敬拜一直到现在 圣灵不断对我们的感动 提醒安慰 圣灵与复兴堂的众弟兄姐妹同在 我们宣告因为你复活 战胜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恐惧 黑暗绝望带给我们的全世 奉主的名这些东西都要离开我们 疾病要离开我们 恐慌要离开我们 癌细胞要离开我们 所有身上一切的病动离开我们 因这里复活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力量 就是一过都变成新的 都变成新的 都变成新的 奉耶稣基督得胜了名祷告 阿们 拍手吧荣耀归给主 哈利路 天明天 因祂活着 不再去怕 我先解答 他将冠灵天 他将冠灵天 神明重拔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祂活着 生命充满了希望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祂活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向主欢呼 谢谢祂为我们复活 阿们 阿们 因为耶稣活着 我们战胜一些恐惧 绝望 黑暗 带给我们的全世 也因为祂活着 我们身边有一个 重来一次的力量跟机会 今天开始 把我们的肢体献给 献给上帝做义的器具 不要献给仇敌魔鬼 做不义的器具 让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阿们 我要奉主的名祝福祢 我们也祝福台湾 让平安可以临到我们中间 让伤痛可以止息 让我们每个家都可以得救 相信的派手把荣耀桂可以做 阿们 帮我祝福前后左右的朋友 跟他说耶稣复活了 平安会临到你好不好 耶稣复活了 平安会临到 祝福大家 因为耶稣复活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上帝祝福你 上帝祝福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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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